关于谭永林的事情似乎就已经没有了下文,工作室发了声明,曾经的爆料者也把发文清空,如今看来这就像是一场闹剧一样,很多圈内的港星对谭永林的丑闻事件纷纷表态,大家大多都不相信谭永林会做这样的事情。 洪金宝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自己相信阿伦,他不是那一种贪图欲念的人。洪金宝站出来对谭永林丑闻事件表态之后,明星球队的成员罗佳音也站出来回应关于谭永林风波事件。 佳音称绝对不会相信这一种事情的发生,并且表示都什么年纪了,应该是没有的事情,阿伦和我一样都上了年纪,有心却力不足,不会相信这一种桃色新闻的。 前几日谭永林在丑闻风波之后也正式露面,分享自己的工作场景,证明他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受到影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